黄子涛不满动态被删,宣布退出账号,明星为什么不愿公开发言呢? 我们这个时代,有钱人不说话,读书人不说话,名人不说话,越没有发言成本的人,说话声音越大,粉丝机械一样的安慰说没事没事。 还有我们,而是瓜路人则是咬文饺子,认准了戏子这个称呼,非说黄子涛在嘲讽人。 可能是黄子涛的团队也觉得黄子涛这个称呼有点起义,就自作主张地把这条动态删了。 这一下,黄子涛不干了,这里只是广告、营销、热搜、虚假、负面、推广的天下,自己不适合这里,这是最后一条动态。 黄子涛退出了,黄子涛说的这些话,一点都没有错,社交平台已经俨然成为虚假推广营销的重灾区。 不单单是广告和产品,连明星这种活生生的人都要包装的完美一缺。 2007年之前,像杨米亚、谢娜、赵丽颖这样一线女明星,还能经常在社交账号上开开玩笑,扯扯淡,现在2019年了。